新闻最快速 人物最深入 请听POP抢先报 YouTube官方频道 917 POP RADIO 哇今天的小玉聊天室呢 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他是外号叫做光头神童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外号呢 现在他是一个run club的总教练 李汉轩 汉轩你好 哈喽小玉你好 OK 好那这个今天汉轩来到我们这边 当然他是这个跑步 就是跑出了很多的成绩来 而且他的人生故事呢 还蛮特别的 他跑一跑 创了很多的记录之后呢 那这个突然被检测出 有一些心脏的疾病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转念 然后又开始在创 这个再造这个跑步的佳机 从他的人生历练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今天还要再推荐一本书 叫做跑步正念 他是一个这个外国的作者 麦肯齐哈维所写的跑步正念 他主要的是在跟大家讲 如果这个跑步正念 正就是说有点正能量 正念运用在跑步上的话 可以让你跑步的时候保持最佳状态 同时这个最佳状态 也可以移转在你的人生的观念上面 或是工作的观念上面 今天我们要请这个汉轩 跟我们一起也来分享 所谓的跑步正念 当然他也会有自己的 一些对于跑步的一些正念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搭配这本书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讨论哈 回过头来我们先讲哈 光头神童 我知道这个光头 但因为你的造型 对于你为什么要一直 维持这个光头的造型 其实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国中是打篮球的 大家都知道篮球队都喜欢理 这个平头光头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觉得说 其实因为我是自然卷 所以我一流场的话 其实会Q在一起 就很像黑人那种爆炸头 那其实在整理方面 其实是有点麻烦 然后有时候夏天流汗的情况下 可能会卷在一起 那我后来觉得说 发现流的这个光头还蛮舒爽的 而且尤其是在夏天跑步的时候 像现在温度高达36度 真的到38度的情况下 会觉得 这样其实是最方便 最让我觉得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那我的心灵上也会觉得说很舒爽 嗯 OK 所以就变 就本来是只是为了好打理 然后很舒爽 结果后来变成了你一个造型的特征就对了 没错 好那另外神童呢 这个也蛮特别的 我知道这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漫画 叫做强风吹拂 对 是 然后里面是讲说有大学生 在准备这种长剧的赛跑 那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神童 那他主要是因为他抱病完赛 所以很感动 所以你的朋友 是你自己取还是你朋友帮你 其实这个错是我学长帮我取的 那其实我们以神童 他其实如果这样讲话 其实他另外一个意思可能就像是 里面来讲叫天才嘛 对 对 那可是我个人觉得学长在那个时候帮我取这个绰号的时候 是因为我从这个心脏问题 然后又重新回到赛场上 嗯 在这样子的过程有像这个强风吹拂的神童般 有如就是说这个坚强的意志力 然后到可以回到这个场上 然后继续的为自己的梦想做努力 哇 OK 所以这个有你的这个外形的特色 再加上你人生的特质 然后就有光头神童汉轩 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先讲一下你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了 好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 汉轩是金华国中 本来是金华国中篮球队 是 你是我学弟小学弟 不然是很小很小很小的学弟 在以前那个金华国中是女中 对我是女校 以前我年纪讲出来了 oh no 以前金华女中的那个篮球队也是赫赫有名 哦 对在以前钱维娟姐姐的那个我们篮球 篮球女子的那个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代理一下金华国中以前都是非常拿 长期拿到我们甲级的联赛冠军 是是是哦 你原本你是金华国中的篮球队嘛 对 可是哎 为什么哦 因为你的爆发力跟身材 你身材有不佳吗 也没有啊 因为其实像以我现在的身高 在国中的那个阶段 其实我大概是165公分 那其实体重大概是可能55公斤 甚至到52公斤 那其实以对抗性来讲 或是以身材高度来讲 太瘦 其实在这个篮球的这个运动上面 其实是非常不吃香的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篮球就是一个很吃身高的运动 对 ok 没关系 此路不通呢 但是呢 你的有一个教练 田径的教练就看到了你的这个长跑的天分 所以就把你借去参加北市的全中运也开启了你的这个跑步人生 那当然你也不负众望了 哇 你国三的时候就跟这个陈渊高中一起练习 拿到了港都杯的金牌 是 然后接下来哇 全中运千五的铜牌 然后高一就算你暑假扭到 结果你还是可以拿到全中紧的两面银牌 可是你不甘于被人家叫李老二 所以就开始 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说 你应该是很有机会的 然后结果后来 怎么跑了两项五千公尺跟一万公尺都拿了第二名 所以从那一天起老师就开始叫我李老二 我觉得有时候老师这样是给你鼓励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压力 好 这待会心境的转折我们再来谈 哇那你创了很多记录高一的时候呢 就全中运就变成了冠军选手 再也不是李老二了 然后高二的分铃赛也打破了两项记录 那另外台北马半程组的这个部分呢 你拿到全国第一 但是同时你当时也腰椎断裂了 好这是人生第一次的受伤 对那一次的受伤其实对我影响蛮大 因为其实我在15公里处的时候 我就已经蛮不舒服的 那可是我知道说这一场比赛我准备了很久 那老师也对我有所期待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把它撑完到终点 不过年轻人那个时候都觉得 仗势的自己身体很好 是 OK好 那高三的时候再付出呢 也拿下了全中紧的金牌 那这个果然是神童 那一路到了大二呢 你去参加了爱远马跟静刚马 我都跑下了不错的成绩哦 爱远马有两小时34分27秒 静刚马也跑了两小时32分14秒 但是你去到全大运的时候呢 突然就去送急诊 那诊断出来原来你是 还有去看心脏内科 原来你有心肌圈牙 心律不诊 还有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 哇那我第一个问题来了 你这么多的心脏 还有这个冠状动脉的异常 你从小跑到大 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其实我在以前在跑步过程中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异状 我就觉得说其实都是跟正常人一样 然后就是做我喜欢做的跑步这件事情 然后不断的在挑战自己 然后挑战这个竞技运动 嗯你都没有说跑一跑觉得心脏不舒服 喘不过气来或是流冷汗 你都完全都不会有这种问题 对在那个之前其实都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就觉得说哎我真的很能跑 我真的很能撑 又或者是我意志力真的很够这种感觉 那当然就觉得说因为年轻就是敢拼嘛 对 所以哎那为什么突然在这个竞刚嘛 还有这个全大运的时候 你是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突然去送急诊 呃其实因为其实在我更追溯之前 其实在我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出了一场车祸 嗯那导致我的脚踝有严重的受伤 是那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 呃从一个很有成绩的选手 然后忽然遭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嗯那其实重新回到赛场 对于我们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嗯我有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 对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时候 就是一直卡在这个过去的关卡 嗯那那个时候就是刚好脚踝有恢复了一些不错的状态 就想说嗯我出马跑的不错 我进刚马也跑的不错 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太密集的比赛 导致我又想要在各个项目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是所以这个压力就是接踵而来 嗯那就是我觉得压力开始来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身体开始有不同的异状 原本可能在跑这个马拉松的过程中 都没有太大的就是说呃不舒服啊或者是肌肉上的问题 但是接二连三的赛事让我开始压力越大 因为想要在每一场赛事所展现最好的自己 嗯哼哼哼 可是那你没有去问医生说 可是我以前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怎么会你说我这么多的先天性的这些疾病 心肌缺氧心理肤症 你都没有问医生说那我以前都没有感觉啊 你都不会有这种好奇吗 我有这样问过那医生说可能就是呃 时候到了自然可能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对因为他说我以前可能是比较年轻嘛 那个年轻这些症状可能没有跑出来 那他直接当下就是跟我说你不能再跑步了 他说这个太严重了 对他那时候就有点像是死神判刑那种感觉 是哦 对那当下我就 还跟你说你不能再跑步了 对他很严格的这样严肃的跟我说你不能再跑步 哇对于一个呃这么年轻 而且拿下这么多好成绩哈 才刚开始要发光发热 甚至有被这个选为国手哈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就我们要到被医生判定为说你以后都不能再跑步了 那对于这个年当时年纪轻轻的汉轩 究竟有什么样的冲击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克服之后呢 又再付出哈 我相信这个是经历很长的一个心路历程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让这个汉轩好好畅谈一下 他的人生经历 哈喽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穷明玉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Akebono Run Club总教练李汉轩 他的外号是光头神童 他的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 从一个非常有潜力 而且一直破记录 年轻时候一直破记录 甚至呢 这个被选入国手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 这个长跑选手 但是呢 突然有一天在全大运的急诊 被诊断出来 他竟然有这个心肌缺氧 心率不诊 先天心冠状 动脉异常 被医生直接下令 说你以后都不准再跑了 当时对年轻的汉轩来讲 你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你的心情是怎样 其实这个心情呢 就像天使与魔鬼在拉扯 什么是天使 因为对于我来说 好像就是啊 这个压力忽然好像释放掉了 因为一直接踵而来的比赛 或者是想要得到的桂冠 忽然就是哎 我不需要再这么的追求了 可是这应该是 你后续才会想到这么好的吧 可是你当时医生直接跟你讲说 汉轩你不能再跑了 因为其实 你当时不会晴天霹雳哦 我其实当下就是两个心情 就是魔鬼就是 就是啊 什么以后都不能再跑了 我还那么年轻 可是其实这两个就是互相在拉扯 对就是一个很痛苦 但是一个又是解脱 对所以那个心境是很复杂的 是哎我再重述一下 因为你的这个经历太惊人了 你在大二的时候 爱远马就已经跑了 两小时三十四分二十七秒 金刚马排跑了两小时三十二分 十四秒 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 因为我刚制作人在帮我 完整的解说 哇我说你的成绩真的很厉害 但是那你你有没有想过说 当时你的天使跟恶魔 你刚阐述这样的心境 你觉得哪一方是比较 还是就是说你在长期的征战 你现在回溯过程嘛 你也是觉得说 当时你的比赛太多了 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成绩好 所以所有的比赛都会希望你去为国争光 或是这个帮就是教练也会希望你再去去去试试看嘛 当时你是觉得解脱负荷的感觉比较大 还是觉得很难过的这种情绪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是比较多解脱的感觉 真的哦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我有点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好像解脱了 因为其实对我们运动员来说 我们必须要 就是对各界 就是说可能很多眼光在看着你 所以其实那个压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 那当然可是到后段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真的很可惜 为什么我就不能再跑 而且其实这个心脏那个时候 问题是每天起床都很不舒服 那就变成说 其实已经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嗯 对那又觉得说 哦生活又很不舒服 然后其实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嗯 那那个后来就觉得说 啊好吧 那我就先休学好了 因为毕竟在学校 你会看到同侪当中在做训练 嗯 那对于你来说 你又不能训练 然后你要看别人训练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先休学 你那时候读的是竞技系吗 对台北市立大学的 路上竞技运动学系 也不用到休学啊 你就是去转转这种 像这种理论的啊 这种的比较学术一般的啊 当下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其实就是 想要暂时的跟这个田径圈 然后或是路跑 暂时的脱离 因为 因为你看到人家跑脚会痒就对 对 然后因为这些 身旁的队友 其实我们在运动场上也是 最好的对手 是 对 然后你就看到对手一直在进步 然后你就什么都不能做 对 那在这个过程 我等于就是决定休学 那也因为这个心脏的问题 让我在兵役上获得了免疫 是 那我就决定就是说 好那 如果我既然没办法自己跑步 所以我就决定到 外面去教别人跑步 哦 然后把我的专业 给一般的市民跑者 让他们在跑步上 不要有遇到更多的受伤问题 哎 我觉得你不容易 因为当时你被判定为 永久不能跑步的时候 你大概差不多20出头岁吧 那个时候应该是21岁 21岁 那你当时都没有碰到人生的茫然 譬如说 因为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这么会跑 然后天生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神力 可以让我这样子持久性 这样子跑 然后也创下了很好成绩 你不会觉得说 哇 那这个我以后人生要做什么呢 因为本来大部分都是从运动 然后会转教练 然后可能就这样子 一路可能的这个选手 人生规划是这样 那如果被判定不能跑步的话 你当时有没有经过一段人生的撞墙期啊 其实我觉得我对于蛮多事情 都可以很快的就是找到方向 就是不会说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对可能就是短暂的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颓废完之后 可能就马上就是找到新的方向 就是去改变就是自己的可能生活啊 或是作息啊 然后再为新的目标而做努力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被判死刑了 那你必须要找到人生的一个新的出口 你很厉害 你是从小到大就是环境的关系吗 所以给你没有悲观的权利 必须很快就站起来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像我讲 我是打篮球 那就是也是因为我的那个篮球 没办法达到一个很好的运动表现 那在那个阶段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国中就是很需要升学 对 那对于像我 因为我们家庭经济 比较没有这么完整的情况下 公立高中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那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知道田径可以考上公立高中 所以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直接到田径 然后考上了公立高中 所以其实那个阶段 是不能让你犹豫太久 你必须马上当下做一个决定 然后去做执行 哇 从中你的身上 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耶 难怪有一句话说 就是下雨天 没伞的小孩跑得快 就是比较缺乏资源 所以就是说 都没有让你有悲观的权利 你碰到了一个挫败 你只能赶快的去想办法 然后就去做 真的 没有让你多余的时间去思考 所以下雨天没有伞的小孩 你就只能一直跑 赶快跑 赶快回家 对 赶快回家 就是不会让你有那边 躊躇不绝的能力 哇 所以你比一般人 我会觉得说 你比一般人来的成熟耶 而且你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可以很快的站起来 然后找到人生的方向 对 嗯 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接触到一般的民众 然后开始教导他们 哎 发现哎 为什么他们跑步 可以跑得这么的开心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嗯 我开始觉得他们的心理产生的兴趣 嗯 因为对我来讲 我在后段的跑步 我觉得我跑得好痛苦哦 嗯 我不断的要追求成绩 我不断的要追求桂冠 这件事情让我好痛苦 嗯 那可是在他们身上 他们没有要追求这些东西 但他们跑得好开心 嗯 然后我就开始知道说 哦 原来他们在内在的心理的想法 对跑步来讲 就是很享受跑步这件事情 然后把跑步当作最棒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就觉得 哎 那也许会不会是因为 我让自己长期的这个 可能荣誉也好啊 或者是呃 对自己的期待也好啊 那导致说就是说 我身体的压力 长期在某一个程度上 已经达到一个导火线的爆发 是 那这些先天性的问题 就跟着跑出来了 嗯 那我就觉得说 哎 也许我可以在心灵上做一点转变 那在这个转变过程 我觉得也许我可以 我会更好 嗯 对 所以就开始慢慢的 因为这些学生的关系 让我开始就是 对跑步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开始就是觉得说 跑步应该是要是一个享受的事情 是 然后专注当下 然后你也不用去想 呃 可能会不会拿到冠军什么 你只要专注大家把当下的训练 或者是当下的过程做好 是 那后面会得到的那个结果 它会自然的去产生出来 哦 所以你等于说跟学生 就是互为教掌啦 你教他们正是正确的跑步姿势 然后跑步观念 但是他们也给你新的人生的观念 对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 你的人生观念开始 重新认识跑步 就是不一定要跑得快 但是要开心跑 对 这个就是你那个阶段的 你的一个人生的 一个蛮大的转变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哎 好像我觉得身体也蛮OK的 然后当下就觉得说 看着大家训练 那我觉得 我可以试着去跑跑看 但是跟不上没关系 我去享受这件事情 享受我每一步可以跑的感觉 那我发现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发现 心脏好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我没有去要追谁 要去追求什么的 我就是跑 那我能做到多少 我今天就做到多少 那在以前的过程中可能是 我今天做到多少 是要超越教练 所给我的多少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嘛 因为教练假设定 可能一个五公里的目标 你就要想办法做到十公里 那这是你给你自语的自我期待 对 那后来我就比较不会 就这样的模式 我就觉得 我专心的跑每一天的课表 那我能跑一天就是一天幸福 因为以前 医生已经断定说 我不能跑了 捡回来的 又再更珍惜了 对更珍惜了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就说让你又重回到校园 因为有一阵子你说 你就暂时先休学 然后你就回去跑团当教练 并且做运动家教 那待会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聊聊 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让你重回校园 再把这个课业拿起来 而且重点是 你又回到了马拉松 爱远马又开始回来 而且你的教练 对于你第一场赛事 竟然是跟你讲说 平安回来就好 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对运动员在讲的话 对本来应该教练以前跟你订定说 你要跑几小几小时 对你的目标 你的go就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教练 你的这个人生的贵人 这个潘瑞根老师 对他带着你 然后这个慧眼是英雄 然后一路带着你 然后竟然你的第一场赛事 给你的一个目标 就是平安回来就好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讨论哦 哈喽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 秋明玉 今天邀请到的 是这个外号光头神童的李汉轩 同时他现在也是 Akebono Run Club的一个总教练 哇 他的人生过程呢 非常的惊涛骇浪 他的这个20岁以前呢 基本上是一个没跑 就会必得牌 同时大概是破纪录的选手 没想到在大二那一年呢 被诊断出来 就是心肌缺氧 心率不整 新冠性冠 先天性冠状动脉异常 被医生诊断为 这辈子都不能跑步了 那他也没有沮丧很久 就一个礼拜之后呢 他就决定 先这个暂时的职业生涯 竞技生涯 他就回过头来去做了跑团的教练 跟运动的家教 但是从那个过程当中呢 他得到了人生新的体悟 就是不一定要跑得很快 但是跑步要很开心 这是他这个时候得到的一个人生观念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 说在怎么样的一个转折之下 你突然就是又想到要重回校园 然后重拾你的课业 同时你又再回到了竞技的行列 其实那个时候最主要原因 因为在我休学的时候 其实大二的阶段 那其实对于在大二阶段 其实这么早出社会工作 我相信一定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瓶颈 那我在那个时候的瓶颈 可能就是说 我想要给学生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东西 因为你说学的有限嘛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说 我应该重回校园 把更多的东西学起来 那我学起来之后 是不是我可以 让我这些学生可能要获得更多 也许在他们的生活上 或者是一些跑步的哲学上 或者是成绩上 我可以给他们的更多 那我觉得在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他们给我的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因为他们知道 我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然后再就是 也教导我很多人生观念 那他们也告诉我说 他们是如何看待跑步这件事情 那也让我对跑步这件事情 完全的提呼灌顶 对 是 所以你就觉得说 应该要 自己也得了一个瓶颈 然后但是呢 你就觉得说 应该给大家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又再重回校园 再去学更多的一些 那我可以理解重回校园 但是你怎么会重新再投入 比赛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 因为学生的关系 又或者是我自己对 跑步这件事情 已经知道说 我可能没有办法 再做竞技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可以做 很轻松的慢跑 那在那个过程中 我就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试着 去跟跟看他们的 可能训练 那也许我没办法全部跟完 但是我在我当下的那一个日子当中 把它完成到我 我可以完成的一个程度 不会像以前就是一定要完成 甚至超过原本的预设的标准 是 对那我发现 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既可以好好的完成课表 那我也很享受这件事情 那身体是允许的 但是这个只是说 跟着大家练表操课嘛 就是就再回到运动场上 可是当你的教练 要帮你抱爱远马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好啊就去啊 还是说 哈怎么怎么可以 我当下其实犹豫了蛮久 哦这个时候有犹豫 对其实这个我有犹豫 因为我知道 我最主要就是因为 可能马拉松赛事 然后才让我开始 可能身体开始产生不适 我犹豫了很久 但是我觉得 在那个当下训练状况 我觉得我好像是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心灵上是 是愿意的 那我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回老师说 好没问题 那我就去试着挑战 那老师就说 好那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一起加油 他就给了我这段话 然后跟你说 平安回来就好 这个是比赛前一天说的 对这句话是 比赛前一天说的 那你当下听到老师 就是没有给你 下任何成绩的指示 他有给你下任何成绩的指示吗 他其实没有给我 下任何成绩的指示 他就是简单的 讲了这一句话而已 那你当下听到这个 这个的反应 啼笑皆非 还是觉得说好 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新的马拉松 对 这在我心脏问题之后的 一个新的马拉松 因为你跑过 因为你大二的时候 就跑过爱远马 但是就是因为跑了这个之后 好像就是以为 没办法再跑步了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重生的感觉 重回旧地的感觉 对 然后就觉得说 好那我就 尽力的跑 一样按照我之前训练的感觉 就是专注在当下 然后去每一步的感觉 很真实 然后很珍惜这每一步 能够跑出去的每一步 那也 大家可能会知道 就是说 就是我们有时候 在运动的时候 会进入一个 Rone的感觉 在这个Rone的感觉 就是很专注 对 旁边好像都没有声音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在当下的比赛 就是进入到那种感觉 然后很专注地 跑每一步 然后你也不会去想到 前面的对手在哪里 你也不会想到后面会不会有追兵 你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跑的感觉 好像仿佛世界 就是让你一个人在跑步 哇 你真的 你真心就是很沉浸 在这种专注的感觉里面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 跑的感觉很棒 因为你进入到那个Rone 对 那我这个 讲起来有点抽象 但是我相信 有在跑步的人 可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进入到一个 很无我的状态 对 有点像那种 打坐打残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 就是进入到 就是旁边 旁边好像就是跟万物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有存在在你自己身上的感觉 是 对 不过这个这个观念 有跟我们待会要推荐这本书 跑步正念 其实他的那个意向蛮谋合的 不谋而合 那我们先回到你身上 结果你在回过头来 就是说你你去变 你去跑完爱远马之后 结果你从一个休闲跑者 又回来变成竞技跑者 对 那你又再去给 我们当然是关心你的身体健康 你有再去给医生 再去做定期的检查 其实后来我在那一次的冠状动脉之后 我就没有再给医生检查过 是哦 对因为好像就是 你先天性问题 你要做检查也没有得什么检查 因为他就是一个死死死的 摆在那个地方 嗯 那我就觉得说 也没什么好检查的 只要我身体的感觉 OK 嗯 那我当下知道说 这个感觉我是可以承受的 是 我就到点到为止 嗯 不会像以前就是 蛮力啊 意志力啊 或者是 拼到要死要活啊 那 但是你比赛的密度 就不会在那么的密集了 对就不会在那么密集 可能就是 久久安排一次的比赛 嗯 让身体是有时间去恢复 让身体是有时间去适应的 嗯 对不会像就是以前这样子 每天都是要拼到底拼到底 是 那为什么你的期限 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比赛期限 设到2021啊 那你就变明年了欸 因为就是刚好 这个期限其实是 因为刚好 之前有一阵子 我去出国比赛的时候 我的肌腱有点受伤 是 所以在这个肌腱受伤的时候 所以就是 在现在这个过程 就是在判断就是说 诶 我是否要去开刀这件事情 因为肌腱受伤 其实是非同小可的嘛 嗯 那要开刀其实也是非同小可 是 那就在想说 诶 医生也说可能可以开刀 可能不开刀 那刚好这个阶段 我觉得他是可能在疫情当中 嗯 那我觉得在疫情当中 我现在也没办法出国比赛 对 那我不如先好好的复健 是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开刀 我觉得有给自己个期限 那就觉得说 诶 如果真的要开刀 那可能到明年底 我的学业也完成差不多了 那再去开刀 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个好的恢复跟休息 是 诶那你有没有 就是说设定未来的这个目标啦 譬如说 要得得什么比赛 还得什么奖这种的 其实就对于未来目标 我当然还是希望就是 最主要还是可能可以突破自己原来的成绩 因为我们竞技运动就是追求更高更快更远这个奥运精神 是对所以其他可能 所以你是百战明年的东京奥运吗 东京奥运可能离我还有一大段距离 是是是 可能就是往再往后延伸吧 是是是 对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再来你2017年的时候呢 因为你本来是从跑团教练 然后一路做到运动家教 然后你2017年成立了 Akebono 这种所谓的曙光跑团 然后在台北台中都有训练班 你是想要成立一个这个俱乐部文化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成立这个俱乐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俱乐部就是希望就是说 来到我们这边的人啊 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可能团内的气氛 或者是教学 然后因为在这个团内当中 大家可以互相鼓舞喝彩 然后实现自我发光发乐 是 对因为其实跑步虽然说是一个人的运动 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人运动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运动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跑步啊 它可以很多人一群跑 对 然后可能去跑山 或者去跑海 或者是去跑河滨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运动 所以你都就是你们俱乐部帮大家规划 规划就是说跑的场地啦 这样子就比较是营造一个 就快乐的一个跑步的环境 对那当然这当中 其实我们也会有 就是在这个跑团当中 也会有分休闲的跟竞技的 因为其实跑步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很大的面 那有像竞技的跑者 他可能就会有想要去六大马拉松 那有些休闲跑者 他的focus就在健康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身体的指数的一个下降 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分开 让他们去选择就是 假设我一年四季当中 我可能有一季到两季 选择当竞技跑者 我想要追求自我 但是另外两季 我可能想要好好当个健康跑者 让身体健康就好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有这个俱乐部当中 就是可以让你去做一个选择 对 不过我这个分享个人 就是说通常要是你一个人在跑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怠惰 譬如说今天好热不想跑 下雨算了不要跑 然后什么哪里不舒服不跑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群朋友来揪揪 然后你就会觉得 好像不去不行啊 对对对对 今天小民跟我约了什么 今天等我这样子 那个闹钟又响了 好啦还是去一下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一群人反而就会激起 就是说让你就是一直跑跑跑下去的一个感觉 对那所以我就说 而且跑步我觉得跟其他的运动又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像以三体来讲 游泳的话你会发现 游泳其实不太能交谈 因为都在水里 对那自行车 你在自行车高速移动的时候 又太快 你交谈也有危险 可是你看跑步可以慢慢来 慢慢的聊天 慢慢的交流 只有你的程度可以边跑边聊 因为我喘气都来不及了 我闹死 对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很棒 能够做很好交谈的一个社交运动 不过我觉得你有一段话 我觉得还蛮蛮蛮有趣的 就是说如果上班族啊 加班到晚上 结果你给他们的建议是说 你不要来跑 你回去睡觉 对这个是我给休闲跑者的建议 是 为什么 因为休闲跑者他的定义就是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做跑步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他加班了 他是不是有压力 那他在做跑步这件事情 他快乐吗 绝对不会快乐 因为对他讲 其实是一个新的身体负担 因为他要熬夜了 对 可是搞不好 他觉得他是来释放压力的啊 我可能肉体上很累 今天加班加了一整天 可是我来这边 我心灵 比如我看到汉轩 我觉得好开心哦 因为通常加班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上课了 他可能就加班到 我们的加班是只加班到 9点10点的时候 是是是 那一般我们上课都是在晚上 大概6 7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前方下 我会建议 9点10点是不是该入睡的时间 他是一个入睡的时间 那他不如好好的睡眠 隔天早上再跑也不迟啊 是 好 汉轩带给我们所跑步的观念 就是以开心 以放松 不要有压力 这是对休闲跑者的一个期待 那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来推荐跑步正念 这本书也请汉轩 来帮我们解析 正确的跑步正念 哈喽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主持人 小玉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跑步的 现在是Akebono Drunk Club的总教练李汉轩 刚刚前半部呢 分享了这个他所谓的人生经历 也让我们从中学习 他的这个人生的正能量的一个态度 同时今天我们要推荐一个叫做正念跑步 是一个外国的作者直笔的麦肯奇哈维 他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是正念跑步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跑步的观念 但是这本书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跑步呢 有所谓的撞墙期的话 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这个我觉得刚刚这本书里面 跟汉轩分享的一个观念 他他我觉得是蛮蛮蛮蛮一致的 就说你在跑步的时候 是要打从心里感到非常的愉快 所以让你继续的跑下去 那另外呢 也是会让你要跑步的时候 保持最佳的状态 刚刚汉轩有分享 他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静心 专注就把心静下来 专注 同时就是不要被压力绑架 因为这个书里面讲到说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汉轩 你当时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就想到一开始早期 就只要想到任何人会失望啊 如果跑不出好成绩 非常恐惧的时候 这个这个压力就来了 就跑得就有点违背这个跑步的初衷 所以这本书要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正念跑步 就是希望你可以打从心里感到愉快 就让你继续跑下去 那再来我讲一下 就让汉轩分享 他有给大家设定一些目标 看看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参考 譬如说呢 你可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譬如说你今年 是不是抱一场比赛 或者是说你要减重几公斤 就可以让你从跑步当中 你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另外呢 就是可以可衡量的 譬如说我今天跑步 我要设定一个 我打破半马的个人记录 或是我要进步两分钟 或者是我要减四公斤 这个是可衡量的 而不是要设那种完全 遥不可及的 譬如说我可能 一个月我要减十公斤 大家知道这遥不可及嘛 所以要做一个可衡量式的 一个具体的目标可达成的 那另外呢 还是就是有时间的限制 包括就是说 我是不是在三个月内 我要抱一个半马的个人 比赛啦 或者是说我要减四公斤 就是在一个时间内的限制 所以他分享啊 分享给你 然后就希望大家 有正念的跑步 那对于汉轩你来讲 你觉得你的正念 是在跑步当中 你想要分享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像在跑步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可能 没有办法去察觉 当下的感觉 就是对于说 我当下感觉是好 还是不好 又或者是说 我当下感觉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有时候可能很多人 会处在一个矛盾的状况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说 先想想我们的念头 因为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情绪 其实有点像是 梳理情绪的感觉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去面对它 然后去调整它 那慢慢的从 像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是 痛苦啊 然后或者是无聊 觉得跑步无聊 无聊 或者是觉得 觉得跑步不知道 到底为什么要跑步 就是可能 朋友送我去跑步 我就去跑步了 那其实那个东西 都是一个很多 没办法厘清的东西 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放弃 对 那个时候也比较容易放弃 那应该把这个厘清好之后 然后去感受一下说 我身体的当下是什么 你也许可以把注意 再放在自己身上 说我的呼吸的感觉 那像是我的脚步的感觉 像正念跑步这本书 它就有讲到就是 像是我们呼吸的感觉 我们可以以一吸一吐 然后去做一个调整 或者是你以右脚为第一脚 然后你可以右脚跑一次就数一 右脚跑第二次就数二 然后数到十之后 然后再重新的开始 从一开始数 那其实这个很有趣 因为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啊 然后我就在操场 看到真的有人这样做 真的 就是他就一二三 很有节律性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人真的在专注当下 因为他就很努力的去怎么样 数字跟他的身体是结合在一起 他喊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他的脚也刚好完成那一拍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的专注方向 可以让跑者知道说 当下是察觉到自己需要这个感觉 是 对 那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是 可能会觉得说 当我要跑步的时候 我可能比较感受的是 我的手 摆一下的时候是一 摆一下的时候是二 有些人是比较专注在 抬腿的过程中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像是每个人的感受 是不太一样的 是 那找到你适合的方法 然后把它专注 然后享受当下 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到 你在做运动家教的时候 你也会跟学员 这样子建议就对了 对 我会希望他们找到那个感觉 像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所谓的run 就是进入到一个无我 然后享受 很感受到自己 身体当下的那种感觉 旁边好像都不存在了 那只有你自己 在跑在这个路上那种感觉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等于说是 自己跟自己对话 对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很多的跑者啊 比较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那就会导致就是说 可能比较容易放弃 OK 嗯 当然了 就说在这本书的 我们所谓的正念跑步啦 就是要尽量的去 秉除这种不好的能量 包括他说 你就不要一直自我批评 自我怀疑 自怨自爱啊 我太胖了 没有运动细胞了 健康很差了 我永远没有办法 跑到那种速度了 没办法跑那么远啊 或者是什么天气不好啦 为什么我老是运气很差 不要有这种不好的 那他说你不要一直去想说 我跑很烂 或是我跑好慢 而是你要去想说 我是打造一个身体的健康啊 对身心有好处啊 就像就像我们今天节目 一直在讲的就是你要让跑步这件事情 让你的身心愉悦啦 没错 然后最后的这个一分钟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去看看说 这本正念跑步 因为其实对于入门的 或者是进阶的跑者 我觉得他都有一定的帮助 因为你很难去察觉自己当下的感觉 那这本书里面也会教导说 你要如何去察觉当下 然后去专注在自己身上 然后去厘清那些可能 可能会有的痛苦的部分 那其实这些在正念这本书上都有 特别详细的讲到 那对于进阶跑者 或是初阶跑者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一本书 好 非常谢谢汉轩 来分享这本书 也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 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接下来请收听 由朱雪恒主持的 Bubber小星报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